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聞事件絕對不能少有這五個元素 人是誰 時間是什麼時候 那那個地點在哪裡 然後還有就是事情是什麼樣的事情 這些都要人家在裡面喔 你剛剛表現的已經很好的 但我覺得你不可以再更好 所以我想要你再試一次 這樣就會有很多人再講 很好 沒有錯很好很好 是會給你掌握的最新消息 非常好非常好 我是TVBS的主播吳舒瑞 很開心可以帶到JT的小朋友們 大家非常的活潑又很熱情 也很願意來舉手回答問題 尤其是在實作題的時候 大家都很踴躍的上台 雖然一開始可能會因為 題目比較偏難的關係 所以說會有一點點卡住 但是呢 只要給他們一點點的提醒跟提示 馬上就可以建構出很有邏輯的句子 也代表的是 他們未來真的是潛力無窮 也希望透過自信表達主播吳 這種比較歡樂比較快樂 輕鬆的應對 讓他們了解在整個表達的過程當中 未來是可以學習到更多東西的 大家實時加油 哈囉 各位自信表達主播吳的同學們 這一題詞真的好不容易 碰到卡努颱風來攪局 但是風雨深信心 在今天的小小主播體驗當中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 簡直成為主播的完成度 已經有80%到90%了 不禁讓我這個專業主播也覺得 真的是太厲害了 厚生可畏 而且在過程當中 我看到很多同學的優點 孜孜不倦的練習 同時盡可能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把稿子融會貫通 而坐上主播台之後 展現自己最自信的一面 要記得喔 在未來自媒體還有社情的時代 如何說好故事 會成為助你一臂之力的能力與力量